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重力场 这个场其实就是范围的意思 重力的分布范围 就是重力场 有点像是 篮球场 足球场 操场 如果进到篮球场那就是一个 篮球专属的一个地方 篮球进到篮球场 你就可以打篮球 如果足球进到足球场 你就可以踢足球这样子 到操场就可以做操 为什么要有重力场这样的概念呢 其实说穿的就是 因为操距力有点让人家 不太能接受他可以 隔空作用 为了要去解释 超距离可以隔空作用 所以我们发明了这种场的概念 举例来说 手机 手机为什么可以直接 对另外一个手机通讯呢 如果你要解释它 要怎么解释 那你可能会说 手机它产生了电磁波啊 手机它产生电磁波 电磁波其实就是电磁场的波动 那电磁场的波动之后 再被另外一个手机去接收吧 你比较不会直接就说 那那个手机天生就是 可以直接影响另外一台手机 那中间呢 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直接隔空影响 那就算离多远都可以 在物质世界来说 这就是有点不太合理 这样有点像灵异现象 竟然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 什么影响都没发生 就直接去隔空影响 所以为了解释这个隔空影响 所以我们发明了厂的概念 电磁场波动再对另外一台手机 再作用于另一台手机 所以为了要解释 为什么超级作用可以这样隔空作用 所以才会有厂的概念 那这里虽然是提到电磁场 可是重力场也是类似的 因为在高中阶段 我们会碰到的超距离就三种 静电力 磁力和重力 那接下来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超距离 为了解决超距离 为了解释超距离而产生的一种说法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种 为什么要有为什么要有重力场的概念 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要 其实也我们就直接举例好了 第二种呢是为了方便 方便计算 怎么说呢 举例来说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质量叫 N1 或是大N1好了 大N1 大N1 然后这里有一个质量 叫大N2 中间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现在是10公斤 那从大N1到10公斤处呢距离是R1 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想要算算看这个10公斤物体受到的引力 那就是把他受到的来自大N1的引力 和来自大N2的引力去做相减对不对 因为他刚好是反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F2-F1 然后代入万有引力的公式 这个你要记得哦 万有引力的公式哦 N1N2哦 好 那我们代入万有引力的公式以后 就变成了 大G大N2乘上10公斤 去除以R2平方 去减掉大G大N1乘以10公斤 再去减再去除上R1平方 最后可以把它 你会发现10重复了 所以就可以把大GN2除以R2平方 减大GN1除以R1平方去提出 提出之后同乘以10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把10公斤的东西换掉 换成20公斤 我们把10公斤换成20公斤 换成20公斤 换成20公斤 然后我们的F1-F2就会不一样了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后来的F1-F2我们给它加PRI好了 加PRI 这个是变20公斤的 那结果F2'会是大G大N2乘以20 那去除上R2平方 再去减掉大G大N1乘以20 再去除上R1平方 那同样你会发现说 你可以 你可以把大G大N2除以R2平方 减掉大G大N1除以R1平方去提出 提出之后 这边只需要乘在20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所变动的 其实只有小N的部分 这个是从10变成20 然后前面这一项都没有变 那前面这一项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N1N2的影响而已 N2及N1在分别 在R2及R1处 造成的影响 然后把这个影响 再去乘上我们的质量 就得到了重力了 好所以 如果今天我们只专注于 只专注于N1N2 在这一个点上造成的影响 它不去管说它是对10公斤造成影响 还是对20公斤造成影响 那这样的概念就是 我只看N1在空间中造成的影响 和N2在空间中造成的影响 那加总以后再去对 这个10公斤或20公斤去作用 所以只看N1 比如说啦 举例 只看N1对空间中的影响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N1乘上 大GN1然后除上R1平方 那后面的本来你要乘上一个东西 才是重力 可是现在就只要看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 类似的概念呢 你也可以用在 用在N2 只看N2对R2处造成的影响 就是这样 那这种只看其中一个对某位置造成的影响 这种概念就是 重力场 N1对R处 或说N1在R处所建立的重力场 那底下这个自然而然呢 你应该可以回答出来了 对不对 底下这个大G大N2除以R2平方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N2怎么样呢 在R2处造成的 或说建立的重力场 那我们在计算上 我们就不用去理说 到底是20公斤还是10公斤 既然都是在同一个位置 那我就先把 大质量对这个位置所造成的影响 去先算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影响 去乘上小质量 那有点像事先 事先先建立好 一个在那个位置建立好 一个影响力 然后这影响力再去乘上说 你是对一个1公斤的物体影响 还是对10公斤的 你是影响1公斤的 还是影响10公斤 还是影响20公斤 这样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来定义一下 重力场强度 那就是 用小G来代表 重力场强度是小G 那它定义就是 所受到的万有引力 然后去除上小质量 也就是单位质量 所受的重力 什么叫单位质量 就是 每 每1公斤 或每1公克 那就相当于是这边 我们把10或20公斤 换成1公斤 那就是说 你如果要考虑10公斤的情况 你只要把 1乘上10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把 刚刚的这张图 换成 不是20公斤 而是10公斤 这样子 而是1公斤 而是1公斤 这样子 那这种情况下 这1公斤 所受到的重力 就是重力场 每1公斤 所受到的重力 就是重力场 那最后最后我们 介绍一下它的方向性 那我们就 写在这里好了 因为重力它是一个吸引力 那它的方向性呢 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先从 先从磁场 各位比较熟悉的磁场来 简介 好 磁场会有所谓的磁力的方向 那磁力的方向性呢 怎么定出来的 从N到S 可是N到S是怎么定出来的 还有它的形状怎么定出来 还记得吗 我们是用一个小螺盘 或是说小指南针去 画出它的方向的 这个小螺盘 它的指向 就是 就是 磁力线的方向 那类似底 如果是重力的情况 重力它产生 你也可以说它产生重力场 那怎么去测出它的方向呢 我们也是要拿一个 会受重力的小物体 就像磁针会受到磁力 有一个小质量会受到重力 那受到重力以后 它的 所受重力的方向 我们就画出来 这就是重力线 这就是重力线 那最后呢 有一种画法是 我们就把这些线都连起来 本来应该是越远越弱啦 越远越弱 另外一种 画法就是像我们紫色的这样子 直接连起来 那连起来的话 要怎么表示强弱呢 我们就会用密度 用这个线的密 疏密程度 来表示 比如说 像 像这个区块 这个黄色的区块 就是比较密的 比较密就是强 如果是远一点的区块 想必 穿过的 穿过的立线数量就比较少 那就是弱 我们把它延伸一下好了 一个是穿过一条嘛 一个是穿过两条 所以我们就简介到这 为什么要有重力场的概念 因为 其实是超距离 为了解释超距离的作用 它直接隔空作用 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 为了解释它 而说明 首先一个物体 先在周围产生的一个场 那这个在空间中产生的场 再隔空 不是再去对另外一个物体 在空间中产生的场 去接触到另外一个物体 另外一个物体被场接触到了 才会受力 然后第2个理由是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 经过这项举例 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我要算一个物体它受到的 来自周围物体的 引力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先不要管 这个受力物 它的质量 它到底是10公斤量 20公斤是不重要的 可以先把M1对R1处的影响 和M2对R2处的影响 加总 那这样子只考虑 只考虑这些 影响 而已 的这种 做法 就是先把重力场算出来 那把重力场算出来以后 最后你再去乘上 我们再去乘上 我们再去乘上我们的 质量 乘上1公斤或乘上10公斤 最后就会是 那个质量所受到的 重力 所以这个G 是重力场的强度 好那我们就介绍到此 所以我们再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重力场使用 好能够 的 对 这是我们先把重力场提供